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无极宝训 主著先佛为无极皇母大天尊 本堂主席观恩师登台 圣士 公皆老母一驾 命本堂扶神使礼外 命本堂成皇五礼外迎亚 其余神人及本院 众修士排班后驾 御林君主帅赵天君将 诗曰 鸾门正气龙 教话众迷蒙 严守皇娘宇 逍遥正果风 圣士 恭迎老母降丸 神人俯伏 不得失疑 无极皇母大天尊将 义是 朱贤卿及朱儿女免礼 赐作 又是 今逢朱卿至个人所上任家臣 娘以元灵与三魂之状态为题 和朱灵儿聊聊 第31章 元灵与三魂之状态 大多数的灵儿对于元灵事实吗 仍然处于陌生的情况 元灵即是朱灵儿的灵魂最原本清晨无有染灼的状态 元灵一旦降生 则施设另一名词为灵魂 灵魂代夜转轮 因为时日祭久 所以必须借由功德 善事 敌净污秽 使之恢复原来模样 才能以清晨的元灵回到鲜香 灵魂 生魂 觉魂总称为三魂 其实三魂是有其状态可以觉察的 但是生 觉二魂仍是被动无有意识地被灵魂掌控 如何觉察三魂的状态呢 即是醒着与睡凿的差别 灵魂 即是染灼代夜的元灵 灵魂的状态是灵儿门醒着的时候 掌控生 觉二魂有意识地思考及日常生活 生魂 在灵儿亡顾后 一直在百孩之上 在平素觉察的状态 即睡事五梦 安然而可受到调逝 觉魂 睡眠有梦时即微觉魂的状态 有知有觉 犹如醒时的耳目 接受外来讯息 世间每种状态 即朱灵儿所定义的一切事物 都是由三魂所架构的 因为受到架构的限制 有因果的矛盾 所以朱灵儿所处的空间 以另一种角度而论 是虚假不存在的 因而佛家所论修持虚空 是以假有而对论 倘若以圆灵的清城无染 朱灵儿不必修持 即已获得原本 三魂架架构起朱灵儿虚假的世间 因为架构已成为一种执着的现象 所以想要恢复犹如圆灵般的清城 必须放下一切 甚至放下修持的方式 洞察圆灵及三魂的状态 即可由道理中彻悟 再由彻悟中放下一切 自然恢复原本状态 小编整理末法书机一 一贯天道 求道者 天堂挂号 地府抽丁 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 去藏藏古佛处修行 求道后虔诚修道者 可以回天考验而证果 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 寄功活佛净土修行 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 仍杀生 造恶者 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 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 亲口后则有两位 入栏道五妙明正堂 拱衡堂 虚缘堂也相同类似树立 二 消业障解因果 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怨颤般之外 还有一次拱衡堂 与五妙明正堂之树立 拱衡堂之法会荣誉 总功德主准与消欺是因果公案 或者消除业障 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 并延寿120天 拱衡堂圣书县世报律立 五妙明正堂圣书 效劳注印千本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 三 积累功德 除了三不识与真诚来做无违法行善之外 注印拱衡堂圣书末节收缘上礼天 一本刺激武功 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二世德 准于转为因德 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 同等放生功德计算 四 抄把与生前筑集灵修院 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 救人一命圣造七级浮屠 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 五妙明正堂 无疾老母从无疾天降下的灵修院 无疾正道院 正道者可永托轮回 一赤拱衡堂 由浩天观黄赐下之浩天子寿灵修院 可证弥勒净土内院 超越生死 不管是什么信仰 皆可以生前筑集或超拔 信仰一贯天道者 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子阳关考验 考验通过可证果 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 若此时您有生前筑集灵修院 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免于打回地府地狱 有各地方再度修行 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 忘大家把握机会 皆忘大家都可证果回天 五 发愿往生弥勒净土 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 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 愿意往生弥勒净土 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 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 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 建议您可以向一赤拱衡堂询问 他们可以免费筑集往生弥勒净土 筑集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 拿谋弥勒尊佛后回向愿往生净土 拿谋弥勒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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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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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